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得到了权威媒体加泰电台的确认 加泰电台称 法国左后卫卢卡斯迪宁将成为巴萨今夏第二位离队的一线队成员 他将以2000万欧元的身价转战英伦赛场 而他的下家则是利物普同城斯迪埃福顿 巴萨高层在赛季结束之后一直在四处兜售地面 因为他们知道西班牙左后卫约迪阿尔巴仍将是球队新赛机铁打不动的先发人选 而在这个位置上 迪涅确实显得有些鸡肋 与其这样浪费资源 还不如把机会留给那些仍在苦苦等待机会的拉玛西亚小将们 加上巴萨县正在转会市场上大洒渔网 他们也希望可以通过清洗厄员快速回笼资金 所以迪涅成为牺牲品也不难理解 埃福顿原本打算用5000万欧元打包迪涅和在世界杯赛场大发一彩的耶 李米娜 不过巴萨目前仍为决定是否清洗这位哥伦比亚新星 所以太非堂只能先去谈迪涅了 为了得到这名法国边缘国脚 埃福顿愿意向巴萨支付2000万欧元的转会费 这比巴萨当初从巴黎圣日的耳骂引入该球员时 还多了400万 且也符合巴萨的心理标价 所以这次谈判才会如此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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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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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